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10月2号这天 中共纪委在网站上发布了 傅政华接受审查调查的通告 通告非常简单 中纪委、国家建委 说了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就是一句话 就是傅政华出事了 下马了 那么网络热评炸了窩了 炸了网了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中国大陆不仅是维权人士和律师拍手称快 公安系统上下也是出了一口恶气 狠劲骂他的事 比比皆是 为什么呢 这傅政华呀 2018年到2020年当过两年司法部长 咱们知道这中国律师行业归司法部管 对吧 律师要上岗 那个法律资格证都是傅政华的签名 但是他呢 却是轰动全世界709律师大抓捕的决策和指挥者 甚至在后期这种令人发指的 包括绑架、酷刑、迫害、长期积压各种恶行 也都可以说是在傅政华的指示下进行的 很多律师被打毒针 精神失常 很多家人律师的家属也被迫流离失所 甚至是漂泊海外 连维护法律公正的律师 你想想都遭到非法折磨 这傅政华可以说是让中国人权状况 变得极其恶劣的首位 排在首位的酷吏、恶犬 咱们知道这个中国良心著名的维权律师高之胜 他遭受了长期的迫害 这傅政华就是元凶 高之胜受了多少苦 朋友们 我举另外一个人的例子 侧面说说 带出另外一段故事吧 2010年北京艺术家零八奥运鸟巢的设计人艾未未 当时带着多位艺术家在北京的长安街游行 就是抗议什么呢 抗议强拆 有个黑社会背景的北京市公安局 又包庇又参股的郑阳房地产公司对艺术村的强拆 它那个地方长安街 你想是中国最敏感的政治心脏 在这游行一下就成了国际新闻了 所以当时上头直接就责问北京市公安局 你怎么没有预防、没有制止啊 就这差点就断送了福正华政治前途 但你想 福正华当时为什么不招二人呢 当时艾未未是革命诗人爱卿的儿子 毛泽东跟爱卿是好朋友 以诗会友嘛 中共建政之后 爱卿算是部长待遇 后来是要延续下来这个说法 就是江泽民当政 江泽民当政之后呢 他有一个维系他自己党内大权的有效办法 是什么 贿赂老同志 他这个总书记怎么当上的 不也是因为当年在为这个上海休养的这个李先念 亲自捧个大蛋糕站在门口那里捧着 这么来的 李先念后来在六四之后推荐江泽民当总书记嘛 江泽民怎么讨好老干部呢 他定下了个规矩 凡是部长以上的家庭 每家要出一个部长以上的子女 所以爱卫卫按照这个要求 本来是可以够得上差不多政协常委的这么一个安排 所以公安不敢轻易下手 可是长安街游行的惹祸太大了 所以傅政华就记仇了 第二年茉莉花革命 中共高层非常紧张 这就算是政治运动了吗 把颠覆吧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是中共最早打击所谓网络言论 以网络言论治罪的公安的这个主管干部 一看机会来了 他有经验嘛 就编造了爱卫卫在网上煽动茉莉花的证据 这样子让手下把他抓起来了 当时还没有下重手 然后就让楼楼们把审讯高智盛律师的录像 拿去给爱卫卫看 吓唬爱卫卫 说你要再硬扛 我就用这个办法对付你 除非你在我这认罪 这爱卫卫一看 哇 太惨了 公安拿这个电棍直接捅入下体 身体的各种体液流了一地 大家都知道高智盛是个针针铁骨的汉子 折磨成这个样子 后来爱卫一看 那算了吧 不要说这个活罪了 就认了一个偷税的罪名 这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看 从中共各层的高级干部 他敢去玩 到爱卫卫这样的红二代他敢折腾 再到高智盛 所以这个傅政华这个残酷手段呢 是令人发指 他哪来的这么多的这些手段呢 都来自于他长期刑侦工作中 酷刑审讯的经验 光有着经验还不够 因为中共呢 还所谓有个刑事诉讼法 还一直在规定严禁着什么 严刑逼供的 这后来一直到了后来610办公室 他在这里主管 因为迫害法轮功可以用任何极其残酷的手段 而不用担负任何法律责任 所以傅政华是越来越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人他都敢动了 所以就是公安系统也恨死他了 他在北京市公安局期间呢 他对北京的基层民警最爱做的什么 就是侮辱人格 当众拔制服 谁不听他的 觉得你做坏、做错事了 当众把你的公安制服给拔掉了 2018年 辽宁一所监狱有三名重刑犯越狱 后来福正华把这个案件调查这个卷宗打开一看 二话没说 这原因很简单的 这民警晚上打瞌睡 犯人跑掉的 你看 他都不去监狱管理流程 监狱的硬件建设上去着手 就要求警察上班不许打瞌睡 谁违反 开除谁 这后来叫什么 叫做瞪眼 不是闭眼 这瞪眼值班制度 之后就出现了民警劳累猝死的问题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天下第一酷吏 这天下第一酷吏不仅是无产阶级铁拳打倒的民众恨他 连无产阶级铁拳自己都恨他 所以他这个消息一出来 大家是欢呼一瞥 但是傅政华抓了 中国的法治环境就能得到好转了吗 我是一点不抱希望的 因为傅政华这种恶棍的成长重用并成气候 就是中共这种体制 他因为要为了戕害人民这种设置的恐怖专制的需求催生出来的 只要中共还在傅政华一样的枯立 总永远是层出不穷 我只不过现在意味着傅政华他迫害高智胜率 我是希望他下去了 把他给端掉了 哪怕能短暂的一些喘息吧 能让我们有机会得知高律师的下落 希望他能够得到救助 那么傅政华下马 与前几天孙力军双开有没有关系呢 傅政华到底有怎样的政治背景 他下台意味着中共政治生态什么变化吗 那么今天我们分析这个事 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落马 时间点上看是密切相关的 去年4月19号 孙力军宣布落马 第二天4月20号 傅政华就宣布不再担任司法部的党组副书记 免去了司法部长的职务 当时就已经催生了一些猜测 说这个傅政华要倒霉 那么今年9月30号 孙力军被双开 第二天 两天吧 两天之后 傅政华被宣布落马 10月2号宣布的嘛 所以这样紧密的时间点 当然会有媒体猜测 那是跟着孙力军走的 是吧 再说根据孙力军通报上的小山头小圈子 两个人处理时间紧密相连 是不是中央就暗示这两个人就是那个小圈子呢 这两个人的确都在公安部工作过 公安部工作上是有交集的 那么傅政华是行政工作 行政工作出身在公安部负责行政局 他呢 在政法团队当中是有极为深厚的人事基础的 从年轻时候就在这个公安干 干起来呢 他在全国各地就有自己的眼线 这个中国社会这个底层啊 复杂的背景他都有嘛 跟地方哪个老板混的时候 跟哪个地方官员混的时候 他很多这些东西 孙力军是空降的半路出家的公安干部 他直接掌管负责这个政治保卫的这个一局局长 他呢 就确认了他肯定是 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体系 是吧 从上海带出来的 政治谱系上是属于江家的 这点是肯定的了 而且他负责那个一局 政保局的业务范围 使他对中共高层的可有深入的了解 也就是说两人的政治资本不同 福政华是自下而上 捞基层 背景复杂 孙力军自上而下 明确江家派系 那么后代大老板到底是不是一样呢 他们俩既然是小团伙 小山头的话 那么有很多人就认为两人都是江派 甚至都归属到滑来滑去滑到曾庆红那里去了 原因很简单 说福政华曾经是周永康的下属 周永康是江泽民的红人嘛 政法王嘛 所以说他们是一伙的 福政华呢 当时是在公安部刑侦局的 后来又当了610主任 是直接接受周永康指挥 所以呢 他就应该是周永康和江家这边的 其实呢 朋友们 在中共党内斗争当中 你很难根据所在的工作系统来判定 是不是一个政治色谱 换句话说 你不能说谁当过你的领导 你就一定是他的自家人 不能光看福政华是不是这个 是当过周永康的下属 所以他就当过孟建柱的下属 就是一定是周永康和孟建柱的人 然后是他们的大老板江家的人 我们要看他什么 要看他是否真的 在这个系统工作有否得到信任 他在他们手下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更重要 其实正相反 跟很多的评论相反 我认为 当然我个人也是一家之言了 就是福政华跟周永康非但不是一家 而且还有仇 这福政华在公安部担任行政局副局长的时候呢 他当时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关系非常紧张 部长助理 也就是周永康的这个助理 你说是不是部长的情形 那当然是吧 是他的第一秘书 是吧 等于是 那么后来据说是公安部经侦局的副局长向怀珠 他是这个郑少东的哥们 两个人死打 后来他用枪打碎了傅政华家的玻璃 直接威胁傅政华的生命安全 你说这是不是仇家呀 是不是 向怀珠我们后来知道跟郑少东是一起落马的 都是周永康的嫡系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 这个傅政华就不会是 跟周永康混在一起的了 傅政华后来离开公安部去北京市刑侦局 这个大家也知道 那很明显是吧 也是不被周永康信任嘛 虽然说这个级别没有降 但是从部委下来的 你下去后又不是镀金 所以当然是吧 等于是被贬了嘛 对流放了 等于是 有人说呢 说傅政华通过审查周永康案件 后来背叛周永康 成为对习近平有恩之恩 所以习近平才开始信任傅政华 其实这一条呢 本身这么一说 你一听就知道就是矛盾 习近平怎么会派一个周永康的嫡系 去调查审查周永康呢 是吧 事实上呢 刚刚我们也说了 他们俩是有仇的 对不对 这个再说了 周永康是怎么回事 周永康是跟随薄熙来倒台的 他政治上投机嘛 他站到薄熙来一边想搞政变 所以薄熙来这个团伙 包括令计划 是明确了是要篡打夺权的 不是说习近平就要干掉他 而是说中共为了保住共同的权威和安全 来清除掉那一份义己 所以即便周永康的后台是江泽民 那么江也会在夺权 你大逆不道 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跟周要进行割习的 因此审理周永康案件 他就必须要摆脱什么 是我们这一个派系 他得摆脱嫌疑 江泽民肯定就知道 那你们挑一个你们信任的人去审他吧 是这个态度才对 是吧 必须要至少大家都信任的人选去审理吧 从这一点来看 傅政华就不应该是江派的嫡系 是吧 其次呢 说傅政华是在北京市公安局长这个职务上 是江派的北京市委书记刘琦提拔的 咱们且不说刘琦是不是嫡系江系的了 因为他是贾庆林培养的 是吧 所以呢 说他就是因为刘琦这一线下来的 所以傅政华所以是江家 这个判断也不对 因为傅政华他真实在他政治上 他有两个 算是政治上恩人吧 算是败靶子 一个是团中央的书记王兆国 一个是中央纪委的副书记何勇 他们这三个人都是河北唐山地区的人 政治派系上实际上更贴近什么 更贴近胡锦涛、温家宝这边 因为艾未未参与2008汶川地震调查 就伤害了什么 伤害了当时的胡温政治微信 傅政华处理艾未未 那也是什么 胡温就很欣赏嘛 对不对 这里就是一个策证 那么另外大家知道 傅政华当年最出名的一个算是公关动作吧 第二天全国报纸都登了 是吧 亲自指挥端掉了北京最著名的黄窝 天上人间夜总会 那么这个夜总会呢 是江泽会从中拿干股的 周永康的马仔 后来的河北政法委书记和小政法王叫张岳 他原来就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在他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时候呢 成了天上人间的保护伞 那么除了天上人间 还有那个东四环附近叫八号公馆嘛 张岳在这里都是每年都收份子钱的 收这个保护伞钱的 那么张岳是无可置疑的 就是周永康这一系列是江家的 是吧 所以呢 傅政华2010年这年去端的天上人间 那端的就是江家的窝点 是吧 为什么他就敢去端江家的窝点 因为当时2010年江泽民已经完全退出政坛了 军委主席不当了 而且当时2009年的时候 最后一次这个参加人大会 然后表示说以后呢 我就彻底退休了 你们不要把我安排在这里了 你们把我安排成那个退休干部那里吧 所以那个时候胡温就通过什么 通过来打这个天上人间 在北京在整个政坛立威 所以说呢 如果说傅政华是江家的人 是周永康的人 绝对不会那么张扬的出头 把江派人马在北京的最高档的这个社交圈子给打掉的 对吧 另外呢 孙立金处理时间与傅政华虽然接近 但是去年的孙立军是被拿下的 傅政华只是调动 离开实权地位 两者是很不一样的 当然我不能排除两个人 还是有在具体事务都在公安部工作嘛 两个人政治派别虽然不同 但是呢 还是有政治勾兑 那么打孙立军可以直指孟建柱 甚至是孟建柱后面有人说是曾庆红 但是傅政华绝对不是他们这一个政治势力之内的 所以刚才咱们做了这个分析了 那既然不是这个政治势力之内的两个人 同时拿下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呢 朋友们 我觉得就是这种 咱们看到这两个人出现这种 大家说的这种派系斗争、派系斗争 这个怎么说呢 它是一种 在更高的这个层次来看 它是个假象 因为信仰者相信的是什么 就是恶人终有恶报 这也是中国人的老话 孙立军与傅政华还有前段时间出的那个李东升 公安部副部长都担任过610的主官 并不是这两个人出事巧合了 这都时间凑在一起了 巧合了 而是因为什么 都干过这种买卖 干过这种坏事 刚才跟大家说了 说吓唬艾未未用的是对付高智晟律师的手段 而迫害高智晟律师用的那些手段呢 当时给高智晟律师上行的就是傅政华手下 他就这么说的 他说 你高智晟不是替法轮功说话吗 我们就把对付法轮功那套用在你身上 所以说呢 什么 就是孙、傅、两人呢 包括李东升这些人 都是迫害法轮功 甚至把迫害法轮功的手段 用于迫害所有的宗教信仰者 甚至那些为信仰者打官司的维权律师身上 是因为干了这些坏事得到报应 再说也是两人用这种610种叫法外特权 开始去破坏了整个中国的司法环境 造成了严酷的人权状况 成为这些年的中共最糟糕的 国际形象的重要的一个构成 为什么傅政华下台那么多人贪官相庆 从律师到公安干你都高兴啊 我们要看到的首先呢 就是什么 不管中国现在的环境多么黑暗 那还是有人心向背的 还是有天理昭昭的 这跟大家说的第一个拿下傅政华 咱们也看到的后面的道理 其次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了 孙力军他是自上而下 傅政华是自下而上 他们对政法系统控制力越大 对习近平威胁越大 刀把子嘛 是不是 当然不能掌握在自己不信任的手里面 当然也不能交到孙力军上直接威胁中共高层的人手里 也不能交到傅政华这样的酷吏手里 谁让他下把刀捅谁呢 那虽然不同派系 孙富二人 但是却要几乎同时处理 是说明对于政法系统的清洗 已经到了习近平可以控制局面 开始彻底肃清的阶段了 换句话说 整个政法系统 不管你是归于哪一系统的 现在以后都得姓习了 中纪委倒查傅政华十到五年 可能会从他出任北京市公安局长之前五年查起 这是干嘛呢 就是要彻底肃清他的亲信班底 把他靠近中央权力的北京这些人也得拿下 孙力军掌握中央高层甚至家属的秘密 当然是重大政治威胁要拿下 傅政华在全国政法系统耕耘最久 根脉最深 刚才说了 你在这个天子脚下当官 当这个公安局长 那么他担任司法部长之前 已经是公安部第一副部长了 所以呢 你这个根脉太深 势力太大 也必须除掉 你除掉后呢 给习近平信任的那个从福建小官吏出身的 在北京无依无靠的 同时也是要干上北京市公安局长 然后又要干上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的那位王小洪 给他让道 把你的人拿走 给他让道 最终达到什么 控制整个公安部乃至政法系统的目的 目前原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及曾庆红的亲戚 现在的政法委书记郭升坤 都是明确的是江派的背景 所以呢 他们两个如果现在还动不了的话 就得什么 有序进行 先把两名政法系统最有实权的老虎打掉 不管是不是你江家的亲信嫡系 只要他们有实权 先把他们打掉 再进一步进行什么 政治清洗 或者就不用动他们了 威慑对手 你不老实 你不好好干到退休的话 我就把你收拾掉 你必须做出政治让步 那么清理、孙、傅两人都是必要的一步 也是明年二十大之前必须完成的布局 公安与军队要靠不住 别说政治安全了 独裁者的生命安全都难保障 但是呢 他这两个系统也不一样 政法系统和军队系统不同的特点 所以呢 这个公安系统这边要稳步的整顿 稳步的换人 所以政法系统是在慢慢的由下靠上 然后接近核心 军队呢 直接就什么 直接就从核心拿下 这几年你看查处了上将七名、中将九名 你要是按照中共的这个军地 两地更换的这个标准来算呢 这上将、中将这些级别远远高于公安部副部长的级别 可以说军队大清洗的规模更大 级别更高 而军队内部的清洗呢 正在以更加广泛更加隐秘的方式进行 枪杆子、刀把子 中共最为依赖的用力镇压人民的专政工具 也正是中共自己无法信赖的凶器 好 江峰漫谈 我们今天节目做到这 明天再见